疫苗回鄉 院長道歉 一早就佔領主席台 國民黨立委一字排開 再翻疫情往事 杯葛議事 只是看看第一時間 現場沒看到立委講萬安 直到十點後 三分之二都塗黑啊 塗黑的是誰 是你陳時中 是你衛福部 是你民進黨 還要甩鍋給立法院 要選台北市長的炮火瞄捲陳時中 但這就讓民進黨立委 林楚音大三 原來國民黨霸佔主席台 就為了等蔣萬安 而蔣萬安陣營反嗆 說本來就是十點才開始 要林楚音先了解議事規則再說吧 只是選舉年就怕引起負面觀感 難以一個一個令委輪流講話 不全武行改脫眼戰 既然來了就尊重立法院 但是立法院空轉 相信不是國人期待 那沒有讓我上台報告 怎麼知道我會怎麼表示 國總背格也不是什麼新聞啊 我希望就是說是格子 而且大家來協商嘛 那我不知道國民黨 背一個理由是審哪些嘛 他們只有見招才招 也確實民進黨團就說 報告事項有四案要處理 否則將影響後續議程 還有數位發展部要隸屬哪一個委員會 可能也要透過表決決定 針對國民黨團要求行政院院長 對你 對染意死亡之國人 表達歉意 院長應以口頭報告中 予以回應 也就是禮拜二 院長做施政報告的時候 會做口頭的回應 最言下之意 立院才開議第一天 院長報告 先暫停 TVBS的周永倫 附定華麗 作為SG小組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